嗨 Chris 今天又来喜风台了 但是今天我们不是在City的 那个喜风台店Sky Phoenix 我们今天来的是East Phoenix 是在这个East Village 也就是Zeland这边 来这边的感觉很不一样 包括进来看 这边来这个就餐的吃午饭的人群 感觉也不太一样 对这里的人群一般 一般是有学生比较多 他是Suppers 所以Suppers就是家庭客人比较多 都是一家的一家 或者一些比如说学生来的 学生来的也蛮多的 爱情课跟学生就是在我们这家店的比例比较高 然后这个区域蛮多楼学生喜欢住在这个区的 离学校近的 离几个大学比较近 而且也下飞机和上飞机最近的中产馆 就是我们这个店 哦是啊 所以也很多旅行团 他们一降落或者他们走 最后的那个上飞机的一顿饭都会在这里 都会在这里 哦挺好 挺好 这里就是也能放个三十多座的活动 都看一般宴会啊 这个结婚啊 对结婚啊很多在这里 活动啊啊啊公司的的活动也也比较多 嗯啊挺有意思 这个来这边吃饭的客人 他们的点餐有什么不同吗 哦他们点餐跟尸体客人不一样的 嗯最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 他们吃的时间绝对比在尸体吃的比较久 因为这里就是哦 哦在sopper里面慢慢吃啊慢慢喝不急这样子 啊 city就比较节奏快一点 大家还赶紧上班 就是半个小时45分钟赶紧吃完 哦这个可以慢慢聊聊天啊 对对对对 而且毕竟那个sopper停车比较方便嘛 啊对这边地下就属于 地下有两三层停车场嘛 嗯啊然后 city找车位也很难很难也很会 这个人不太可能 嗯对所以还是来这边比较方便啊 电动车还可以在楼下充电 对还是充电 对我觉得挺挺好的对 所以这边如果大家想来这儿聊聊天啊 亲朋好友我觉得也是很合适的一个聚会的地方 嗯嗯 而且离 city很近 对大概15分钟吧 对对对对 对所以对大家都很方便 嗯嗯嗯 那我看Chris今天你挑的这个这个三样菜 是不是这边的客人比较喜欢的 或者点的比较多的 点的比较多 然后呢今天我安排这几个菜是跟以前不一样 我多点了一个烧腊 嗯因为之前做的呃几集都是没有的 都是只有点心 所以我今天弄一点不一样的 对对对啊 这个这个就是那个黑椒牛仔骨 诶这个我在其他店没有见过 对这里卖的很多 哦哦 而且这里沙本的点心嘛 那量可能要大一点 哦是吧 对 行我架出来给大家看看 哦是这个 哦这有什么不同啊 这个黑椒牛仔骨呢 其实呢是有一点点辣的 哦 哦 然后呢下面还有一些洋葱 哦看到了 你先试试看 嗯是有点辣 然后黑椒牛仔骨这种点心呢 一般华人 中国人会点心比较多 嗯 因为老外会看到 哎这个是 一堆肉是什么的 其实我是很少吃辣的 但是这个辣我是可以接受 因为它是黑胡椒的那种 它是微辣而已 对啊它可以 所以我还是可以接受的 嗯 而且这个肉感觉真的是很嫩 嗯 很软很嫩 嗯 这个很下饭 对这个可以 可以弄个 弄个白米饭 然后吃这个还是 有一点要小心一点 因为它有带骨 然后我困难了 如果你要的话 这个这个牙齿要小心一点 黄老师这个呢 你是应该 前几集你试过这个 韭菜饺的薄饼 然后这个就是韭菜饺 就变成 就纯的韭菜 一个饺子来的哦 嗯 这个可以看到里面 对 这个可以细 来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看起来也是精英剔透很漂亮 而且这个很大一个 很大一个 这个真的是挺大的 光满 比我看到一般的这个饺子 要大一点 诶 也是有虾的啊 嗯 看到吗 也是有虾的 这个跟上次那个韭菜薄品 就是不一样的 那个是脆的 这个都跟你吃 饺子点心 比较 类似一点 嗯本来我以为就有韭菜了 还有虾 哈哈 我们里面 那应该叫韭菜虾饺了 也可以这么理解 嗯 可是你看 你吃下去是大概有 两到三个虾 嗯对 然后你每一口吃这个 我们这个韭菜 韭菜饺是一口吃 吃不了一口 可是你每一口吃下去都是 有虾 吃到虾 对 所以这个就是我 一个小小的要求 对他们 每一口都有虾 对咬开还是真的是很有珍惜 对 然后那个 薄饼嘛 就有点带 鲜就是一样的 嗯 可是那个外面包的 就是用春卷的这个概念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要 想一想 怎么可以 一个产品变成 有一些不一样的口感 这个是真的 那个是炸的 哦 嗯 那这个饺子也都是 得是当天做的 对对 它也是没法留 你也明白这个 大概有菜类的 蔬菜类的饺子 一般都是要当天做的 也放不了 多久 因为它一直会出这个 那个汁啊 水啊 或者怎么样 这个也很好吃 但是我还以为是素的 就看到也是有 有下在里面 对 所以我说 你再是一个 不是炸的 是真的 嗯 这个很有惊喜 哈哈 茶烧 茶烧见的很多了 茶烧每个餐馆都有啊 其实这个就 啊 基本上 任何餐馆都应该会有 茶烧 嗯 不是任何餐馆 我说啊 喝茶的啊 包括茶餐厅的 嗯 然后包括开个 烧拉店的 对吧 因为这个茶烧做法实在太多了 有咸的 有甜的 蜜汁的 嗯 还有脆的 嗯 这个茶烧 我觉得大部分的中国人都都喜欢嘛 特别是我小时候香港人嘛 嗯 中午 放放那个中午的时候 马上就去买个烧拉饭 是最快的嘛 对对对 茶烧啊 有油机啊 对吧 嗯 烧鸭啊这些都有 对对对 可是茶烧变化 比较 我感觉就是说 你 嗯 光 配米饭也可以 对对对 对吧 嗯 你来试一下吧 对这茶烧 看起来都一个样 看起来都一个样 对 我以为是茶烧只有一种做法 然后颜色也都一样 我加起来给大家看看 嗯 茶烧是真的要天天去烧 哦 这也要天天做的 对 是甜的还是咸的呢 又甜又咸 这个呢 它底部我们做这个呢 有点酱米在下面 烤烧的时候呢 是用那个叫什么 蜜芽卡 然后去涂上去 然后慢慢去烧出来的 嗯 然后呢我们这个 师傅他一般是比其他 厨房部要早上班 两个小时左右 哦是吧 用他要先准备这个 哦 这个烧腊是要提早 提早准备 它变成这个叉烧 其实你不用太多的介绍 叉烧包也是用这个叉烧 嗯 嗯 比如说扬州炒饭里面的叉烧 粒也是叉烧 所以我觉得蛮多 嗯 啊 粤菜里面都会用到这个叉烧 长粉也有叉烧 嗯 是 啊 这个叉烧 吃起来很有嚼头 嗯 不是很很松很那什么 但是吃起来我觉得 有点韧性在那里 对 嗯 我我比较喜欢这种口感 呵呵 所以很难说吃不好吃 真的是每个师傅啊 其实做的难吃也也挺难的 也挺难 哈哈 嗯 嗯 然后我只需要知道好吃好不好吃就可以 嗯 嗯 嗯 我觉得这三样菜配起来也很合适 嗯 嗯 这个是有点 微辣 对 你要配胡椒那种微辣 吃起来叶烹是软 哎 然后配上韭菜饺 还有虾在里面 嗯 嗯 很清淡的 然后这个烧辣也是微甜 所以一般我就说 为什么一直以来我跟你喝了这么多顿茶 我就说喝茶主要是一个配菜 嗯 如果都是同一类的东西 你没有惊喜 而且没有那个口感 嗯 就是不一样啊 所以今天虽然没有啊 炸的东西 所以我配了一个一个 有辣味的 有清淡的 然后有有的是这种甜甜咸心的这个东西 对啊 每次就点三样菜啊 嗯 我觉得这个也挺好 每样都可以好好细品一下 我是觉得每次三道是刚刚好 刚刚好啊 两道也太少 四道有点多 有点多吃不下 对 所以搭配的也非常好 嗯 所以凉茶有很多吃法 能多是最好的 什么都能点 真的 嗯 但少的话 每样都可以细品一下 细品就是 来多几次就可以了 来多一次 对对对 我估计 好